清新女生白鹅娟!哭脸中文歌!最爱恬富真小幸运! 在韩国被誉为清新偏赖的白鹅娟!于!四!月!二十二!日在宽宏艺术主办下来到台湾举办! Bike Alien Est Live! Whispering! In Taipei! 这将是白鹅娟出道之后首度放开演出,乐迷们皆感到万分期待。 白鹅娟因看过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,对主题曲《小幸运》留下深刻印象,也曾想象自己是剧中女主角,并为了首次在台演出,苦练了中文歌,虽然还未透露而带给愿迷拿首中文歌曲,让粉丝们更满心期待能见到白鹅娟! 除了中文歌曲! 除了中文歌曲能让粉丝期待以外,也想邀请周!杰伦同她演出,白鹅娟表示自己很喜欢听她的歌,也希望有一天能够邀得她写歌,更期盼有机会合作。 白鹅娟已在韩国举办过个人演唱会,而今年突破自我,首度到海外举办Bike A Linen Est Live! Whispering! In Taipei! 而白鹅娟因为听说台湾有很多美食,一听到能来台湾开场,除了提前两个月练习歌曲准备带给月迷惊喜以外,还打算到台湾面试逛逛品尝美食,让白鹅娟好兴奋! 4月22日星期天,下午,18点,Legacy Taipei,让我们一同感受,逆行天赖! 精灵,的超强现场实力,宽宏售票系统,www.com.com.tw,全排! OK,来尔富便利商店热卖中!